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一面红旗入场 那就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红场 举行阅兵活动 竞争胜利78周年 每逢重大庆典阅兵室 都会和国旗一起首先入场 阅兵室由叶化装备组成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就是阅兵室现场画面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消息 将有一万多名军人 一百二十五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室 并会致辞 位于红场上的无名列车县花圈 此前俄罗斯已经进行 此时此刻大家看到的画面 是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 正在检阅参加阅兵的各个方阵 最大的坦克交战 而为了赢得这场战争 苏联人民遭受了惨重的伤亡 据统计苏联共有2700万人 辅于战争 其中1800多万为平民 这几乎是每个家庭都有人缘伤亡 这场战争还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 企业全部或部分被毁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方面 刚刚发布的最新消息 在今天的阅兵中 共有8000多名 到了空中阅兵环节 目前我们看到的画面 是徒步方阵 一直接受检阅 通普京也参加今天的阅兵室 并在刚刚多次参加圣议日阅兵的局 国防部紧急情况程式 已经陆续举行了圣议日阅兵 为国战争胜利付出了牺牲 这场阅兵仍在进行 我们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